货车上十张病理床 顺利送到圣湖安那市 这是瘫痪患者的家属 透过国会议员向慈悸提出的援助 除了捐赠这十个医疗厂以外 我们还捐赠给 那个消防队的幼稚园 捐赠给他们消防队的制服跟帽子 除了十张病床 还有消防队儿童特训班的制服和帽子 这些小朋友都是异校的子女 政府特地成立训练班 培训未来的人才 但依旧欠缺经费 每一项物资都是志工在家访后才开始采买 这是第三年国会议员恩里克凡向慈悸求援 市长也特地赶来致谢 從首都聖地雅各來到這裡 一趟路程至少七小時 志工不辭辛勞 期待能夠為困在苦裡的人 多做一點事 大愛新聞 真善美志工廖清九 吳慧蘭 馬蒂雅智力報導